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WO科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火箭升空,太空时代来临 2.互联网诞生,资讯全球村 3.原子弹爆炸,核能时代开端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火箭升空,太空时代来临 各位同学,太空迷,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路漂流者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话题 火箭升空,太空时代来临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话题 这是人类冒险精神的一次次飞跃 是我们从古代仰望星空的好奇心 到现代实际探索宇宙的跃进 首先,让我们回到那个让人类历史改写的时刻 1957年10月4日 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施普尼克一号 这个金属球体发出的滴滴滴无线电信号 不仅是对地球上所有无线电爱好者的挑逗 更是对美国的一记响亮耳光 当时的美国人可能在想 等等,这不是我们的剧本啊 这个事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太空竞赛 美国和苏联就像两个邻居 一个不服输的样子 你发射一颗卫星,我就要登月 结果,1969年7月20日 美国宇航远尼尔·阿姆斯特朗 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小步 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 进入21世纪 太空不再是国家对抗的象征 而是变成了新的经济战场 和人类探索的新前线 私人企业也加入了这场太空竞赛 比如伊隆·马斯克的SpaceX 杰夫·贝佐斯的Blue Origin 还有理查德·布兰森的Virgin Galactic 这些公司不仅仅是在发射卫星 还计划住太空旅游 火星殖民 甚至是太空矿业 当然,太空时代的来临 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比如,如果在月球上开矿 那矿产全归水 如果在火星上生孩子 那孩子的国籍是什么 还有,如果遇到外星人 我们应该邀请他们来喝杯茶 还是先给他们看看我们的核武库 总之 火箭升空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 它代表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梦想的追求 太空时代的来临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定义 人类的未来也需有一天 我们的后代会在火星上上历史课 讲述地球上的我们是如何开始 这场宇宙冒险的 那么,同学们 准备好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了吗 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同时也不要忘了 回家的路上 别走错了星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互联网诞生 资讯全球村 各位网路上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 让我们可以在家穿梭于虚拟世界 探索知识宇宙的神奇发明 互联网 这个发明可比古时候的丝绸之路 还要神奇 它不仅连接了遥远的地方 还让时间变得弹性 让资讯 传播速度快地像兔子 陷到胡萝卜 一样迅速 像当年 互联网的诞生 可是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它起源于 1960年代的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ARPA 的一个项目 名为ARPANET 当时 这个网络的目的是 让军事通讯在核战争中 也能保持不间断 谁能想到 这个为了战争而生的技术 最终会成为促进 全球和平与合作的工具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互联网从一个学术 和军事的小圈子 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知的 全球资讯网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蜘蛛网 将全世界的电脑 都连接起来 而这个网的中心 就是我们 每个人的智能手机 平板和电脑 这个全球村的概念 最早是由媒体理论 加玛西尔 麦克卢汉 在1960年代提出的 他遇见了世界会 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 而变得越来越小 人们的互动会 现在看来 他的预言不仅成真了 而且还超出了 当时人们的想象 互联网的出现 让我们可以在家里 穿着睡衣 就能和地球另一端的人 进行视频通话 或者是在线上购买来 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它让资讯的传播速度 和范围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水平 现在 一个小小的推文 或者网络迷音 都有可能在 几小时内风靡全球 这速度比古代的 飞鸽传输快多了 当然 互联网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比如 假新闻和网络霸凌 就像是网络世界的 杂草和害虫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对抗 而隐私保护则 像是一场 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 我们的不断更新 我们的知识和技术 才能保护自己 不被网络上的 大数据怪兽吃掉 总之 互联网的诞生 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巨大飞跃 它让我们的 世界变得更加紧密 也让知识和文化的交流 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在这个全球村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学者 也可以是探险家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在这个 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原子弹爆炸 核能时代太端 好的 让我们带出一点幽默感 来谈谈它的改变了 世界的微小事件 原子弹的爆炸 以及它如何开启了 核能时代 想象一下 一个比微波炉还要热的夏日 地点是美国 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多沙漠 这不是在准备烤肉大会 而是1945年7月16日 一群穿着保护眼镜的科学家 和军官们正在等待历史上 第一颗原子弹的测试爆炸 这颗名为三位一体 Trinity的原子弹 是曼哈顿计划下的产物 一个秘密的超级项目 比现在的iPhone发布会 保密程度还要高 当然 这个微小的爆炸 并不是那么微小 它是放出的能量 相当于约2万吨TNT炸药 这个威力足以让任何烤肉派 对瞬间升级为烤肉大在南 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升至超过 7.5英里的高空 而爆炸的闪光泽 可以在200多英里外看到 这次爆炸不仅仅是一场 壮观的光影秀 它标志住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 这个时代的开端 可以说是带住一点分裂的性格 原子核的分裂 这种分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能量既可以用来摧毁 如原子弹 也可以用来创造 如核电站 原子弹的爆炸 不仅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开启了冷战时期的核武器竞赛 这个时期 美国和苏联就像两个拥有新玩具的孩子 不断炫耀谁的玩具 更大更强 幸运的是 这场谁的玩具 更厉害的比赛并 没有真的导致全面的核战争 同时 核能的和平利用也开始发展 1954年 世界上第一座商业核电站 在苏联的欧布宁斯克开始运行 从那时起 核能就成为了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重要能源来源 当然 和所有降大的力量一样 核能的使用也需要极度谨慎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想想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就知道了 总之 原子弹的爆炸和核能时代的开端 就像是一场科学界的超级英雄电影 有着惊心动魄的开场 令人紧张的剧情 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与担忧的结局 这是一个关于力量 责任和人类智慧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 至今仍在继续 同学们 太空时代的来临 互联网的诞生 和核能时代的开端 这些事件都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并对我们的未来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空时代的来临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梦想的追求 我们有机会 重新定义人类的未来 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而互联网的诞生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紧密 知识和文化的交流 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我们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核能时代的开端 则提醒着我们 强大的力量 需要极度谨慎使用 我们必须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以确保我们的未来 更加安全和可持续 现在 请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些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太空时代的来临 有什么期待和担忧 你在互联网的世界中 有什么发现和经验 你对核能的利用 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同学们 谢谢你们的聆听和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不要忘了 在回家的路上 别走错了星系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